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娲用黄土河水仿照自己的样子捏出了一个个小泥人 然后吹了一口气 小泥人就活了起来 在大地上蹦蹦跳跳 女娲看了觉得很有趣 就对她们说 从此你们的名字就叫做人 因此农历正月初期被称为人日 她造了一批又一批 觉得用这种方法造人太慢 于是取了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 泥浆如雨点般洒落在地上都变成了人 据说 女娲亲手捏造出来的人全都是达官贵人 而用泥浆甩出来的人则全是贫贱庶民 为了让人类永远的流传下去 女娲制定了嫁娶之礼 并向人们传授造人的方法 让人类凭自身的本能传宗借代 为了繁荣人类社会 女娲又为人类造就了生灵万物 再来看看女娲与诸神协作造人的说法 根据淮南子说林迅记载 当女娲造人之际 诸神群起相助 皇帝造出男女性别 上田造出耳朵眼睛 桑林造出胳膊手掌 女娲之所以能多般转变创造话语 有赖于上古诸神协力相助 后续时代 又有了女娲与福西兄妹乱伦繁衍人类的说法 据独一志记载 宇宙初开之时 天地之间只有女娲与福西兄妹二人 在昆仑山下 兄妹异欲结为福西 又自觉羞耻 两人登上昆仑山 对天祷告 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福西 请将天上的云合成一团 否则请将云散去 请客之间 天上的云聚拢起来 并降下甘露 于是兄妹共赴云女 繁衍了整个华夏民族 由于近亲繁殖引发基因激变 导致后代长出双腿 而非蛇尾 且丧失神力 另有一种说法是 福西名字中的福字为半人半犬 一指福西并非人守蛇身 而是全守人身 所以后代继承了女娲的头部特征 以及福西的身体特征 在中国 除了女娲造人 还有盘古造人的说法 三国时期的三五利记记载 盘古之君 龙手蛇身 许为风雨 吹为雷电 开幕为昼 闭幕为夜 死后骨节为山林 体为江海 血为怀毒 毛发为草木 山海经中说 盘古死后 他身上的虫子全都变成了人 在西方世界 上帝造人的说法也有不同的版本 先来简单重温一下大家耳熟能详的版本 据圣经记载 创始之初 耶和华用五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 第六天 耶和华依照自己的模样 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男人亚当 并为他建造了伊甸园 后来 耶和华又从亚当的体内取出一条肋骨 塑造了一个女人 下王 圣经中耗费大量笔墨 极力渲染上帝的神迹 唯独对造人这一旷是壮举的描写 却心末如今 一笔带过 难免令人欣慰所然 人们不禁质疑 圣经中是否刻意隐瞒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呢 让我们来看看情节颇为曲折且逻辑相对严谨的另一个版本吧 根据西方文献圣经外点记载 耶和华当初造人的时候 其实是用尘土同时造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的是亚当 女的名叫莉莉斯 亚当的第一任配偶 由于同为尘土所造 身份部分高低 二人员防刑夫妻之力的时候 谁也不肯委身于对方之下 因而发生激烈争执 莉莉斯大发慈威 把亚当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搞得亚当遍体鳞伤 为此亚当在耶和华面前告了莉莉斯一状 令莉莉斯遭受耶和华的斥责 莉莉斯愤愤不平 一气之下离开了伊甸园 莉莉斯走后 亚当寂寞难耐 恳求耶和华再次一个女人作伴 为了令新女伴能够顺从亚当 耶和华不再使用尘土 而是取用亚当的肋骨 创造了夏娃 莉莉斯离开伊甸园之后 四处漂泊在红海之宾 邂逅堕落天使萨迈尔 两人一见倾心 情投意合 共同生下一群美艳的女儿 各个妩媚妖娆 魔鬼身材 耶和华得知此事 曾派天使前往劝说莉莉斯返回伊甸园 却被莉莉斯一口拒绝 耶和华盛怒之下阉割了萨迈尔 此后 莉莉斯只好每晚带领一众女儿 在夜幕之中游荡 四处雾色熟睡的年轻男子 伺机潜入他们的春梦 与之缠年至其梦义 并以人类的婴儿为师 因此 莉莉斯及其女儿们 常常被宗教典籍描绘成淫乱不济 嗜血如命的魔女妖妇 但她那股抵抗压迫 追求平等的不恼意志 却备受世人仰慕 被奉为平权斗士 成为女权运动的开山鼻祖 除了中国的女娲 与西方的耶和华之外 用泥土造人的神志 还有希腊的普罗米修斯 澳洲的庞德伊杰尔 印第安迪埃格诺人的特塞帕克马特 苏丹系卢克人的乔奥克 阿拉伯的阿兹列等等 除了泥土 各路神灵用来造人的原材料 更是五花八门 例如 印加神话中的创世神帕查卡马克 用的是石头 北欧的日尔曼人的主神奥丁 用的是木头 南美魁石玛雅人的造物主 特派和古库马斯用的是古物 婆罗周达亚克人的大神萨拉潘黛 不仅用泥土和石块 还使用了金属造人 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用黄金 白银 青铜和铁 创造了不同等级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大神滥用资源 导致造人原料短缺 为了降低造人成本 其他神灵纷纷干起了偷工减料的勾当 例如 比兰人神话中的创世神梅鲁 用自己身上搓下来的污垢造人 在古埃及神话中太阳神拉用自己的分泌物和血液造人 天神阿图姆用自己的呕吐物造人 而全能神弩则只需凭空呼唤一声 大地上便挤满了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念造人 在古印度神话中创造之神梵天 某日漫步于天地之间 发现天地间除了自己便只有水了 梵天想 这世界太冷清了 难道我就天天与水为伴吗 不 我要创造出和我一样的生灵 让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我的存在 闪念之间便从它的各个器官里冒出一群子女 进化论 相信大多数人对进化论并不陌生 在此只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19世纪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 通过环球考察与探索 提出进化论并发表了物种起源艺术 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是同源的 是按照物境天则 逝者生存的法则 寻着从无到有 从简到繁 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 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演化而来的 他通过教科书告诉我们 大约在2500万年以前 古元开始出现 500万年前 古元逐渐演化成非洲元人 随后 元人经过直立人 智人等阶段 跨越就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最终进入了文明时代 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出之后 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渐渐成为主流学说 深层矛盾 进化论的出现 撼动了神创论的崇高地位 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 千百年以来 神创论几乎成为人类起源的唯一依据 也是某些宗教信仰中不容置疑的真理 直到某一天 一个名叫达尔文的人跳出来 煞有介事的说 人类是元后的后代 人们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不再是神的子孙 而是一群长着稀疏体毛的星星 这无疑是神创论在遭受日新说 重创之后的又一次强烈冲击 于是乎 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部分人的信念开始动摇 神创论者再也坐不住了 神创论与进化论之间的矛盾 是多层次的矛盾 从发展的层面上来看 神创论趋向于恒定或退化 人类的智慧发展受到严格限制 一旦吃了禁果而拥有智慧 便被逐出伊甸园 人类的平均寿命 也从最初的近千岁递减至如今的几十岁 而进化论中则强调 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积累 逐步提高 人类的平均寿命 也由原来的十几岁递增至现在的近百岁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 神创论的核心事件基于宗教经典中的传说 属于唯心学说 而进化论则来源于科学推论和假想 属于唯物学说 在辩证的层面上 神创论的论点是神圣不容置疑的 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而进化论则不惧之疑 且欢迎正伪 在战略层面上 无非是因为进化论触碰了神创论的奶酪 刺激到神创论的中枢神经 在西方神权体系下 进化论这种严重威胁到主体思想的一端谐说 必须全盘否定 彻底剿灭 而进化论一方 则本着大胆猜测 小心求证的态度 挣扎求存 至于战术层面上的具体操作 双方阵营 无非都是在极力争夺粉丝而已 因此 世界观与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之间 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在所难免 正面交锋 进化论与神创论争论的焦点 主要是物种及人类的起源 广义的进化论更涉及到宇宙起源问题 神创论所面对的质疑有很多 以下列举三个较具代表性的质问 一既然人是上帝所造 那么上帝是谁创造的呢 如果上帝是上帝的上帝所造 那么上帝的上帝又出自谁手呢 如果上帝这样复杂的结构 能够自然产生或始终存在 那么比他更简单的世间万物 为何不能自然产生或始终存在呢 二既然上帝是万能的 那么他能否造出一块 连他自己也无法搬动的石头呢 三 17世纪的爱尔兰大主教詹姆斯 鄂舍尔汇总了众多版本的圣经 编著了鄂舍尔年表 又称出是起源九月编年史 推算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精确时间是 公元前4004年10月22日的日落时分 也就是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 某日下午6点左右 同年造出亚当和夏娃 数月后二人便被逐出伊甸园 而地质学家对地壳的勘测结果显示 地球的存在至少已有45亿年了 二者的时间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 而进化论难以回避的问题也不少 在此也列举三个常见的问题 一 物种进化的过渡期的化石证据何在呢 二 某些物种例如 七三蛮 枪级羽 鹦鹉螺 恐龙虾等历经亿万年的繁衍 为何依然习性未改 形体依旧 没有丝毫进化的迹象呢 三 全推翻神创论似乎不太理智 因为当今人类已经开始扮演起上帝的角色 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克隆出各种动植物 假以十日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科学家定能完成复制人类自身的创举 最终基身造物主的行列 但绝非随手捏个牛 对着鼻孔吹口气那么简单 而彻底否定进化论似乎也并非一事 自进化论推出至今的一百多年间 经过无数专家的不懈探索 认真求证 补充修改 不断完善之后的现代进化论 已经成为学术界举足轻重的科学法典 2014年 教宗方几个在罗马教廷科学院宣称 演化论和宇宙创始大爆炸理论是真实的 上帝不是手持魔杖的巫师 教宗解释说 现有的科学理论与造物主的存在并无抵触 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中的造物 我们贸然的将上帝想象成一位巫师 拥有威力无比的魔杖 但情况并非如此 他创造人类 让人类根据内在的规律发展 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美满 世界需要造物主 教宗的这番话能否看作是神创论 向进化论妥协投降呢 显然不能 而2001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 45%的美国人相信 约在过去一万年内的某个时候 上帝便创造了人类现在的模样 37%则倾向接受综合式的想法 人类是在上帝引导之下 有比较低等的生命形式 经过百万年演化而来的 只有12%的人相信 人类是有比较低等的生命形式 经过百万年的演化而来 而且上帝不扮演任何角色 如果在创造论与演化论之中二选一的话 57%的人选择创造论 只有33%的人选择演化论 10%的人不确定 这项调查结果能否判定神创论彻底压倒进化论呢 显然也不能 因为只有34%的人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演化论 而66%的人对演化论一致半解或完全不了解 双方陷入胶着 胜负难解难分 于是一套新的理论应运而生 用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本世纪初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 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科林斯出版了上帝的语言 提出神导进化论或称为神导演化论 进化创造论 科学神创论或有神进化论 所谓神导进化论就是既接受进化论 承认进化论是正确的科学理论 又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 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可以彼此调和的一种理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上帝完全可以把进化作为创造的一种手段 进化是上帝安排好的进程 上帝创造了一切并用进化的方法来使物种繁多 该理论意在消除进化论 对人们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障碍 缓和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并用现代生命科学的发现 来为上帝的创造提供新的证据 但也有不少保守福音派神学家和基督徒科学工作者 对神导进化论持保留 质疑甚至激烈反对的态度 他们对神导进化论的批评主要有两点 一是神导进化论对进化论过于盲目的接受 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种种科学上的缺陷 没有足够的批判 二是神导进化论在神学上偏向自由派神学 有损圣经无误的基要立场 总之 所谓神创进化论 在神学或哲学上也许可以成立 但在科学上却无法成立 科学研究不允许在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充当中立者 因此 神创论与进化论握手言和是不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 神创论与进化论之间 依然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预榜之争 外来论 既然神创论与进化论相互质疑 无法统一 那么 有没有一套更好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呢 近年 一种倾向于神创论的观点 外来论开始流行起来 这种观点认为 人类是来自外星的生物 并信誓旦旦的向进化论发起新一轮的挑战 掀起一股彻底推翻进化论的热潮 于是乎 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进化论 进化论才是真正的都市传说 达尔文的弥天大谎之类的大字标题铺天盖地 充斥着整个网络 该理论列举出 人类无法适应地球生存环境的种种现象 来证明人类绝非地球原生物种 例如 一 地心引力 腰酸被痛是人类常见的症状 这是因为人类真正母星的重力水平较低 而地球的重力水平远远高于人类腰背所能承受的压力 二 不是阳光 太阳是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 绝大多数路生物种天生具有适应阳光的能力 唯独人类暴露在阳光之下 皮肤会被晒黑或灼伤 甚至引发皮肤矮 三 忧郁焦虑 对自然界的生物来说 最为宝贵的莫过于生命 终其一生为了活着而活着 而人类却常常感到忧郁和焦虑 甚至为逃避生活或精神压力而放弃生命 自杀绝对是人类独有的行为 潜意识里 人类似乎渴望逃离地球回归遥远的故乡 四 慢性疾病 自然界的动物免疫力与自愈力极强 而人类却经常患病 且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极多 五 发情紊乱 与其他物种相比 人类的发情周期极不稳定 甚至随时随地急性而发 六 分娩困难 地球上任何有生命的生物 都具备自然繁殖后代的能力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但是人类在分娩时 常常会因为婴儿的头颅较大或胎位不正 而无法自然分娩 需借助现代医疗技术进行严产或剖腹生产 才能保住产妇和婴儿的性命 在医疗技术落后的古时 因难产所造成的母婴死亡案例多不胜数 而自然界其他物种中的难产现象 却极为罕见 由此可见 地球的环境似乎并不适合人类的繁衍 七 生物中失调 睡眠专家研究发现 人类的生物中与每天25小时更为协调 八 发育迟缓 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相比 人类婴儿成长发育过于缓慢 自立教室 九 多余基因 人类拥有的大量非编码基因 俗称垃圾DNA 可能来自外星祖先 十 饮食挑剔 人类虽然高居食物链顶端 但摄食天然食物却非常考究 不习惯如毛饮血 生吞火焰 十一 生存力差 自然界中的动物 可利用自身外在的结构与内在的机能 去适应季节的变化 逃避猛兽的猎杀 躲避自然灾害的毁灭 而人类若赤身裸体 赤手空拳 单停自身的能力 根本无法在地球上生存 另外 不明飞行物 以及众多史前文明遗迹 也被外来论用来充当证据 例如埃及金字塔 安地基希拉机器 福尼器手稿等 外来论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地球人类是来自外星的移民 这种说法与神创论的说法 有着一区同工之妙 也为亚当与夏娃来自伊甸园 完全可以把伊甸园看作外星 二 地球是外星人囚禁罪犯的牢笼 这种说法也与神创论的说法同出一辙 亚当与夏娃就是因为偷吃禁果 犯了天条 才被上帝贬下凡间 三 彗星撞击地球带来生命基本元素 最终演化出生物 这种说法似乎与进化论看起 四 人类是外星人基因改造的产物 这种说法依然与神创论的说法吻合 外星人就是所谓的上帝 他来自尼比鲁 上世纪七十年代 考古学家撒加利亚西秦发掘了 六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遗迹 并发现了一块刻着星图的石板 上面标有十二个天体 除古人已经观测到的日月水晶地火木图 以及古人不可能发现的天王星和海王星之外 还有一颗连当今人类都未曾发现的行星 尼比鲁 根据苏美尔尼版记载 尼比鲁的半径 约为地球半径的三至四倍 以椭圆形轨道逆向绕太阳运转 其近日点在火星与木星之间 远日点是明王星至太阳距离的三至四倍 公转周期为三千六百年 拥有五颗天然卫星 尼比鲁上居住着一群高智慧生物 阿努内奇 大约四十五万年前 阿努内奇人来到地球 用混种的方式对地球古源进行基因改造 创造出第一批智人奴隶为他们开采黄金 之后不断进行人种优化 形成了现代人的祖先 五 人类是来自太阳系中灾难星球的难民 这种说法其实由来已久 它不仅解释了人类的来源 还解释了明王星以及小行星代的诚意 根据著名的提丢斯波德定则推算 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 本应存在一颗大行星 但多年以来 寻击不惑 却在该区域找到了数以十万计的小行星 天文学家对此大获不解 于是有人大胆推测 远古时期 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存在着一颗类地行星 上面居住着一群高智能生物 因世界大同实现一统 计划将核武器集中销毁 却因操作失误引发核反应 经奋力抢修无效 最终失控发生剧烈核爆 爆炸源所在的半边星球被炸得粉碎 碎片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围绕太阳旋转 形成今日的小行星带 而远离爆炸源的另一半 被强烈的冲击波推动着飞向太阳系边缘 在太阳引力的拉扯下逐渐减速 最终以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转 成为今日的冥王星 灾难发生前 有小部分幸存者乘坐航天器及时逃离 来到地球成为人类的始祖 六 佛教对人类起源的阐述则别具一格 根据《长阿寒经》记载 在上一大节之末 天地崩坏 所有的生命都往生到第二禅之第三天 即光阴天 成为光阴天人 此天的众生皆非父母所生 而是自然化生的 他们不吃五股杂粮 而是以念为是 身体发出清净殊胜的光明 代替语言进行交流 他们都有神足通 能够在空中自由飞行 光阴天人命中之后 降生到地球 初始仍能以念为是 神足飞行 身放光明 寿命长久 由于摊是大地上的肝泉和地肥 渐渐身宽体胖 体光消穴 丧失了飞行能力 困于婆娑凡事 成为最初的人类 佛经的论点似乎是 混合了轮回与外来的综合理论 外来论虽然是一种非常新颖 且极具科幻色彩的观点 但同样需要面对 与神创论相同的问题 这些外星人 是由他们的上帝创造的 还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呢 总结 人类起源这个议题 相信在未来若干个世纪之内 也很难争论出任何结果 只能留给上帝去解答了 这个上帝就是未来的人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倘若阁下对本期视频 有任何独到的观点或见解 敬请留言 如果阁下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